政府的建議特別是提出要多元方式去開發土地 我們是表示認同的 現在我們覺得既然工作小組已經將這個報告交給政府 現在最關鍵的就是怎樣去落實 究竟政府有沒有這樣的魄力 包括報告裡面建議的內容包括善用棕地等等 究竟政府有沒有這個魄力去做呢 所以我們覺得首先政府應該要落實去跟進工作小組的報告 並且應該成立一個由特首統領的一個跨部門的專責小組 去跟進專責小組報告裡面所提的各項建議 即是說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處理這個開發土地的問題 所以這個由特首帶領的一個跨部門專責小組 是必須要令到我們可以在其他開發土地上可以處理的 至於專責小組提及的加快棕地的發展 我們是非常同意的 事實上在過去我們看到在新界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的棕地 是怎樣去未能夠可以及時發展 我們覺得在這段時間 其實政府應該要盡快建立一個資料庫 特別是要加快在棕地作業上 面對那些作業者的重置及他們的補償方案 加快這些流程之後 最近其實在今年 即是2018年年中的時候 政府公佈了一個新的方案 關於對棕地作業者的補償及安置的安排 我們希望這些安排能夠盡快實行 以及能夠彈性地處理 來加快對於棕地作業上 我們怎樣能夠盡快收到這些土地 必要時我們認為政府在處理棕地的問題上 是不應該排除使用土地收回條例 去令到我們能夠盡快收回這些 在新界裏面的棕地去做發展 另外我們對於政府在專制小組裏面說的 要公私合營去發展 限制農地這個安排 我們都是表示贊成的 但是我們覺得政府在施政報告裏面 雖然有提到 他將了那個題目叫做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但是裏面的詳情其實沒有公佈 怎樣可以確保這些整個制度 是能夠公開公平和透明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盡快要公佈這個細則 而且我們工廟會強調 在這個計劃裏面必須要有一些罰則 一些懲處的安排 即是說若私人發展商不能夠按 他們本來的計劃裏面的目的 去提供一些供應房屋的話 或者那個計劃不能夠完成的話 政府是應該要有一些罰則 去懲罰這些發展商 包括不是罰錢是罰地 應該要他們交一些土地出來作為補償 另外對於收回光熱呼球場 其實工廟會一直都是贊成 重置粉朗光熱呼球場 將粉朗光熱呼球場的原子 現在應有的地方 是用來興建發展公營房屋 解決我們現在嚴重的房問題 在專責小組所說的 先發展32公頃 然後140公頃再去研究 我們覺得都是一個務實的做法 但長遠政府必須要考慮 當我們用了這32公頃 去發展房屋 解決房問題的同時 剩下的140公頃 140多公頃 是要怎樣去處理 還有有甚麼快的方法去處理 包括是否應該重置的光熱呼球場 在其他地方又或者 怎樣去使用 這140公頃的私人游牆用地 達到一地多用 我們覺得是必須要做的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 能夠盡快公佈這個規劃 既然專責小組的報告 已提出了要收回 粉朗光熱呼球場的用地的話 我們希望政府 真的剛才我說 由特首帶領的 跨部門的專責小組 是要落實這個建議 我們不希望政府到時 又用其他的 不知甚麼的 反應 有這個電話 這個 應該是任議員 他留下了 OK 可以 OK 好 講回粉朗光熱呼球場 我們覺得 既然專責小組的報告 已這麼清楚說到 政府已沒有藉口 去再逃避這個問題 所以剛才我說 他必須要有魄力 他透過由特首帶領的 一個跨部門的專責小組 去處理這些 收回粉朗光熱呼球場 或者從事 或者搬這個粉朗光熱呼球場 盡快令到 不單止這32公頃 的土地可以發展房屋 其餘的140公頃 怎樣規劃 都能夠盡快做好 另外 在維港以外的近岸田海 其實我們都會支持 特別對於在農古灘 要發展成為一個 核心的現代化的物流樞紐 我們覺得這個建議是可取的 事實上我們的工會 工聯會下面的物流工會 已經給了不同的建議給政府 怎樣去改善 和提升我們香港的物流行業 其實現在我們在說 在新界裏面有些中地的發展 用來做了物流的用途 其實都是因為 長遠以來 一直這麼多年以來 政府都是缺乏一個 物流行業的政策 所以我們希望 政府能夠為物流行業 定一個政策 既然我們有農古灘這個位置 那是否應該可以全部整合 我們物流行業的發展 令到物流行業可以好好發展之餘呢 亦都不用那些作業者 自己為了自生自滅 就自己在新界裏面找一些便宜的農地 來發展這些物流行業 造成我們現在那些說的中地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要對於物流行業重視 如果近岸田海來透過農發展 透過近岸田海來令到農古灘 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物流樞紐 我們覺得這個建議是可取的 最後就是關於發展東大嶼都會 其實專日小組的報告都說到 其實市民都認為 我們是必須要建立一個土地儲備的為香港 建立這個土地儲備的必要 而且有一個長遠的土地供應 所以我們會支持 在東大嶼傾建這個人工島 首先就應該集中處理 就是首先說 我們一直說了很久的一千公頃 然後再去規劃 日後怎樣去擴大那個規模 但是現在我覺得我們不能夠再拖 因為關於那一千公頃的東大嶼傾倒 其實已經過了很久 如果我們再拖 其實是會影響那個土地供應 以及對於我們要為香港長遠發展 建立一個土地儲備 其實是受到阻礙的 總括來說 我們覺得專責小組的建議 特別他們提出要多元化 即是說不是分先後 其實應該同步一起去發展 用不同的方法來增加那個土地供應 我們是表示支持 但最重要的就是怎樣去落實 所以究竟這個特首 他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 做了一個大辯論 現在專責小組給了一個報告 究竟這個政府有沒有這樣的魄力 有沒有這樣的決心 去落實專責小組的報告 能夠逐樣的將這些不同的方法 都同一時間去採取去進行 增加我們的土地供應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都希望政府 特首能夠盡快說給我們聽 他會用甚麼方法去落實專責小組的報告 好 麻煩你 謝謝